符 符 上面小下面大 大概這樣子 那就可以寫了 四字簿也寫過很多次 所以應該不太有問題 左邊伸長 一段 樹長 符是四所以一點不能寫兩點 這稍微下降一點 主要是因為下面是舔跟口 沒有那個樹化 下降一點剛好 剛才說這是小的 下面這是大的 中間連不連 你有選擇群 符 他是沒寫過啦 不過他寫過這個字剛好有點破破的 也是一樣齁這邊也是 第一點在寫的 沒有什麼爭議 很正常的一種姿態 左高右低 主要牽涉到 底畫的多寡 所以他才有出現這種 左高右低的姿態 右邊略低 可以 然後這裡是尖的或不尖的都可以 但是就是維持有點粗細 要拉尖就拉尖 不想拉尖就收筆也可以 椅 我不喜歡這個椅 這椅整個斜上去 然後這個空隙不夠 在 九層宮裡面通常都空的還蠻大的 就是他一個很大的習慣 覺得他空的蠻大 是很正常的 撇過來又空的很大 然後再過來 然後再點 我覺得這樣是很正常的 就整個左邊一組 右邊一組 中間是有個空隙 這個其實比較怪的是 這裡是點還是橫畫 其實都有可能 這裡是點挑 這裡應該是點挑 那在九層宮裡面是整個畫過去 其實我也不喜歡這樣畫過去 那我在想 他會不會這麼寫 你到有爭議的時候 其實心裡就會 自己會浮現一個 自己認為 對的方式 但這個對的方式 是自己覺得的 就橫畫靈過去 這邊不臉 你說是不是真的這樣 其實我不知道 有別的寫法 那你可以去試 只是當下我就想是這樣子 也許再過個三五年以後 就不是這樣寫的 這個月 我覺得這個蠻漂亮的 一點點優異 非常優雅 這樣一點點其實很難 因為通常 要嘛就多了一點點 要嘛就少一點點 我們做藝術的人 到最後都是這樣 大師做的時候 他會剛剛好 做到他要的部分 可是我們自己在做的時候 常常會 就是多那麼一點點 少那麼一點點 味道就是差一點點 跟人家煮菜一樣 會煮的人就是很好吃 不會煮的人就是 老是覺得哪裡差一點點 那二十 那在寫的時候 長盒 長盒一定有粗細的 不管是細到粗 粗到細也可以 塑化 那兩個塑化在一起 右邊的會比較高 下面也會比較低 到最後再封好 二十 因為上面這個深長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寫這樣 短短的這樣比較好看 這下面再把它拉長 我就覺得不好看 覺得這兩個 這個二 很多字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的 那是要襯托別人 所以他既然要襯托別人 就寫短一點嘛 寫那麼大幹嘛 日 日也是虛虛實實 什麼叫虛虛實實 就是 連住的叫實 很實在的連住 什麼叫虛呢 虛就是 噴到一點點是虛虛的 後面有沒有碰到也是虛的 連好的叫實 後面如果碰到一點點叫虛 那這樣寫字是有虛實的 這個歪歪縫又來了歪過去 真的是這個撇造成的 不信你看這個 一開始這樣歪過去就是不會覺得 真的歪得太直了 所以一看就是傾斜啊 可是確實他寫得如此嘛 主要是他當下寫的這一個 這個步 應該不是步手 應該這個偏旁啊 這種結構體 他都習慣寫成這樣 略歪 略歪 因為這個撇寫得太直了 所以看起來就覺得歪掉 那加上這個那又寫得超長 所以看起來怎麼看都覺得他是歪一邊啊 歪一邊就歪一邊啊 也沒有什麼問題 俠不遠餘啊 這些偉大書啊這樣 也許會有一些些 會讓人家詬病的小地方 但是不代表他不好 因為他優點太多 那一點點根本 說來聽一點沒有舉足輕重 送都沒有齁 我旁邊不是放錯齁 我是讓你看錯字旁 不是放錯 真的找不到這個字 找不到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這把那個 那個角啊拿出來用 那個 倒字的角上面拿出來用 知道的到 因為下面筆畫少齁 左邊可以伸長 右邊縮短 所以這個撇 可以稍微挺直一點 讓他佔一點空間 不要把他寫太扁 然後 再 錯字旁 錯字旁 有點這個傾斜狀 然後寫下來 上面沒有了 就拉開 就拉開 就拉開